大家好,我是八戒 这里是八戒漫谈美国 今天是2020年7月3号星期五 最近在中国的币圈掀起了一个大波浪 中国的币圈大佬赵东由于涉嫌洗钱 涉嫌非法经营罪被中国的公安机关抓获 说起赵东就不得不提起中国的顶级比特币大佬李孝来 李孝来当时在赵东风起云涌的时候 一举给赵东直接转账6000个比特币 让赵东帮忙操盘 帮李孝来赚取其中的一个收益 但是后来赵东由于操盘失误接连爆仓 当时比特币接连的下跌 但是赵东呢他没有收手 接连三次爆仓 把所有的这个资金全都亏完 当时最高的时候亏损超过1亿元人民币 他光光亏给李孝来6000个比特币 当时就市值大概是在4000万人民币左右 赵东也是属于比较有气魄的一位大佬 他当时把所有的投资人都叫在一起 给他们都签下了这个白纸黑字的这个欠条 然后呢按照这个约定 在多少年之内进行一个还清 后来呢赵东他非常的聪明 他不仅炒币 后来也开了自己的交易所 也做了几个自己的币 然后呢他还做了这个自己的矿场 但是矿场之前呢 他是5000万的投资后来300万就把他卖掉了 最后赵东是靠什么样的方式来绑着 欠各位投资人将近6000多万人民币 这个欠债给他还清的呢 赵东他是靠着做场外交易 也就是这一次栽跟头的这样的一个操作模式 做场外交易 一次又一次的做场外交易 少的每一笔交易赚几千到上万人民币不等 多的一笔交易的话 可以赚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民币不等 他就靠着这样一笔又一笔的这样的做了两三年场外交易 把所有欠的这个投资人6000多万人民币 基本上都还清了 当然在当中啊跟李孝来之间 赵东跟李孝来之间也有过一些过节 这些过节呢 李孝来他也在微博上也一一有所披露 中间有一些聊天截图啊 大家可以在网上面都可以去翻到 这里八戒就不再赘述 这里八戒主要是跟大家讨论一下 赵东这次翻船翻车的这个场外交易 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情况 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形式 能让赵东在短短的两三年就赚到了 绝远超过6000万这样一个亏损的金额 他把不仅欠投资人6000万给他还清了 自己身家应该现在还有几千万人民币这样一个情况 他自己身上还有着这个比特币交易所的一个股份 以及自己旗下还有一些团队 所以目前呢他也是在币圈一个风起云涌的 大概摸爬滚打了将近头十年的一个人物 好那我们就简单的聊一下什么叫做场外交易 那既然有场外交易就肯定有场内交易 按照国家最新的一个政策规定啊 中国是认可这个数字虚拟物品 数字虚拟货币是个人的合法财产 也是受中国的物权法保护的 你持有它是没有问题 但是呢你要是想去购买它 这样的话会产生一个问题 就是中国目前明令禁止用法币 什么是法币呢 就是明令禁止用中国的法定货币人民币去购买这个比特币 或者是其他的以太坊 EOS等等的一些其他的加密货币 这是完完全全是违反中国的现行法律的 所以目前在所有的交易所目前主要推行的是场内交易 场内交易就是币币交易 你可以用USDT去购买任何的虚拟货币 你也可以用EOS ETH去购买比特币 你也可以用比特币可以去直接换成EOS和ETH 这都是没有问题 这都是按照交易所的行情 直接进行场内交易 直接挂单买卖 就跟买卖股票买卖基金 大概是同样一个类似的交易方式 因为这当中交易所里面有很多的注册会员 大家都是相当于在股票里面 都是这样的玩家 都在里面挂买单挂卖单 然后系统撮合交易 系统大概是收取千分之一到千分之二 不等的这样一个手续费 目前的主要交易所有币安 火币 OKEX这样的几个大的交易所 这是一个场内交易 目前什么叫场外 场外交易就是不进行币币交易 也不进行USDT的这样一个交易 是直接拿着当地的国家的法币 比如说你人在中国 你拿人民币去购买USDT 或者是人民币直接转到对方的一个指定的一个交易账户 然后对方把你指定所要的ETH或者是US或者是比特币 转到你的交易地址 大概是这样一种撮合交易 就是说点对点的张三跟指名要跟李四进行一个交易 不是那种像交易所那种不进行指名交易的 这样的一个交易很明显它违反了中国的法律 你用人民币来进行这种加密货币的交易呢 就涉嫌非法经营罪和涉嫌洗钱罪 为什么呢 因为首先第一点 这种钱啊 他一般来说按照目前所披露出的这个案件信息来看 都是相当于一些来自于贩毒 洗钱 还有一些电信诈骗 大概是这样几类的一些产业所来的险 比如说有一个犯罪集团 他人在泰国 他通过泰国遥控国内的一些一些马仔啊 去这个收钱洗钱啊 他就收到了这么多的这样的一些不干净的一些钱 他要把这些钱转成干净的钱 那怎么办呢 就去找这些场外交易的这些比特币玩家 就好比找到了这个赵东 他这个老板背后底下的有一些马仔 他也在做这些交易 然后马仔呢就提供一个账户 说你把这个比特币 比如说今天一个币是9100美元 好你把这个9100按照什么汇率转到我这个人民币账户里面来 然后我就按照你这个转道来 到账以后 我就直接按照你的这个加密货币的这个地址 直接把一个比特币直接发送给你的这个地址 按道理来说呢 如果你这个钱是干干净净的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那合心合法的 那也就是说你们两个私下达成了这样一个交易呢 按照目前中国法律来看呢 也不违反 但是呢 你如果你这个钱涉嫌洗黑钱 你涉嫌 你明明知道 你作为一个这个大玩家 作为一个大佬 你旗下养了这么多人 你应该知道 有一些规则你是不能去碰的 但是呢 你收了这些黑产集团的这些人的钱 比如说你收了这个人 他诈骗了一百万人民币啊 他把这个钱直接转到你这个指定的账户里面来 你给他打了十个或者二十个这样比特币的话呢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明显涉及到一个洗钱和非法经营罪 那这样的话呢 他就是按照中国的刑法 他要入刑的 这样的一些案件啊 一般是中国的这个公安部门有一个金针 这样的一个警察 他去处理这样的一些案件 所以通过这种场外交易 点对点的 直接连线的这样的交易呢 就可以很容易的 把这个黑钱 把他洗成白钱 然后呢 他们拿到这些比特币以后呢 再通过各种弯弯绕 这样的一种手法 就把这个钱 又把他洗成美元啊 或者洗成欧元啊 或者又洗成人民币啊 又变成干净的了 再回到自己的账户 大概就是这样一种逻辑 那为什么要分场内跟场外交易呢 首先 这个场内交易啊 他有一个缺点 就是手续费可能比较高 而且这个交易的价格 可能也比较高 就是行情价 可能比行情价格 可能还要挂牌价 可能还要稍微再贵一点点 比如说今天行情价格是9050美元 那场内交易一个一般 可能是在9080到9120 但大概是这样一个水平 那场外交易呢 就是双方之间 信用零息 大概商量好的 我就按照这个9100 或者按照9000美元 这个大概这样一个水平 去跟你直接做一个 场外的这样一个交易 这样大家呢 也可以规避掉一些 千分之一或者千分之二 这样的一个手续费 因为他们在打包交易的时候 这个手续费可以自己去下 可以去自己去设定 你可以设定一个 稍微低廉的这样一个手续费 所以这样呢 对场外交易的双方 买家跟卖家来说呢 都是比较这个节省成本的 这样一种方式 目前来看 目前普遍 这个有数据统计 在全球市场来看 每一天的场外交易的金额 大概是多少呢 超过一亿美元 所以可见这个数字 是非常非常庞大的 中间涉及到各种各样的一些 灰色或者黑色的一些交易 是不计其数 巴结就在这里 不再次进行一个赘述 那在场内交易呢 它中间是有这个交易所 作为一个中介 就相当于是有这个上证 或者是深圳 这样的一个股票市场交易所 在中间做一个担保 它中间有做一个清算 这样的话呢 可以保证买卖双方 是一个公平公正 公开的一个交易 它之间这个币 跟这个币币之间的交易 或者是币跟其他的东西 之间这个交易的话 它有交易所 在中间做担保 你不用担心 你这个资金会丢失 你也不用担心 你这个币你不到账 那在这个场外 做交易的时候呢 那就会自身出来 一系列的一些骗局 那巴结呢 在此就给大家介绍 大概有这么几种骗局 从网上面 目前曝光出来 有这么一起 比较涉案金额 超过三亿元人民币 这样一起案件 这起案件呢 发生在2019年的4月份 发生在杭州 杭州这个案件呢 当时已经被这个 所有的买家 基本上它都报警了 杭州的警方 也目前予以立案 在杭州这起 比特币的涉案当中呢 总共周易和理想 卷走了7000多枚比特币 总计的涉案金额 高达超过3亿元人民币 这两位犯罪嫌疑人 可以说是费尽心思 长达脸到三年 这样一个获取大家的信任 不断的布局 层层演进 获取大家的各种各样的一种信任 让大家先款人民币 或者先款比特币 然后以这种借币入息的这种方式 和给大家做这种期货币 这种交易的这种形式 让大家前期捞一点甜头 比市场价格便宜50便宜80美元 然后呢 让大家每天可以赚取150到200人民币 这种方式 卷款了7000多枚比特币 价值超过3亿元人民币 最多的一个投资人 一共被卷责了600多枚比特币 可想而知 这一起案件 有可能是经过一个精心的设计 那巴结就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在这起案件当中 基本上涉及的都是一个场外交易 而且主要的交易方式 都是靠微信群组 这样的一种交易方式 当中涉及的一些交易骗局呢 巴结再次给大家做个介绍 首先第一种骗局 叫做什么 叫做期货交易 什么期货交易 比如说现在行情价格是9000美元一枚币 你直接去交易所交易的话 就要按照9000到9050 这样一个价格 美元这样一个价格 去跟市场上直接这个公平交易 那在微信群组呢 他们可能是按照8950美元 比市场的价格低50到100美元 不等这样一个价格 跟你去做一个交易 那这样子的话呢 他们一般来说 卖家是要求你先转账 法定货币 先转账人民币 到他们指定的人民币账户 他因为人民币大家都知道 都是即时交易的 现在基本上来说是秒到的 那在比特币交易过程当中呢 他中间首先涉及了一个六次确认 就是一个块 一个区块打包的时候 他要必须经过六个区块 相同的以后 同样的进行一个打包 完成以后 确认六次确认 这笔交易是有效的以后 他才会从这个卖家账户 把这个一个比特币 这个这个这个款项 直接扣减到你这个账户里面来 你的比特币账户里面才能看到 这当中所要经过的时间呢 短的是三十分钟 长的是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 不等 中间看你给的数据费 大概是多少 目前大概就这样一种情况 那在这其中当中呢 这两位犯罪嫌疑人呢 一个李响跟周易呢 这两位犯罪嫌疑人 他们旗下大概有 好几个几十个 这样的一个微信群组 这样去拉拢 全国的这些做场外交易的人们 他们在这个2017 2018 2019 在这前面几年当中啊 他们已经积累了一定的人脉 也积累了一定的信用 可以说在币圈 在场外交易的币圈 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两位大佬 可以讲来说 也是有口皆碑 大家也非常心甘情愿的 可以先给你转账 然后再给你拿币 这种交易呢 他们一般来说 会设定一个期限 比如说今天是9000 我跟你讲 我按照8950美元 这个价格卖给你 但是呢 当中你要等我两天的时间 大概48小时 我跟你讲 7月8号或者7月6号 我再把那个币 转到你的这样一个交易地址 这两位老板 周老板和李老板呢 由于前期在市场上 培养了良好的口碑 大家都非常愿意的 绑资金绑币都给他们 后来呢 他们又在这个 18年到19年的时候呢 他们又创出来一种 叫做类似于 这个借币入息的 这样一种方式 来跟大家去做交易 什么叫借币入息呢 就是好比你现在手上 你有两到五个 或者更多的比特币 你现在暂时不用的 那没有问题 这个两位老板说 你把这个借一个币给我 我每天按照日息 多少多少 或者我按照一个币 一天给你200人民币 这样一个利息 我跟你借这个币 你借我一天也可以 你借我一个月也可以 借我一年也可以 我按照每天 我按照每天这样一个利息 跟你去结算 那一开始呢 他也是按时按点的 去把这个所有的钱 转照到你们的账户 后来呢 由于出现了一些 周转上的一些危机啊 可能是拆东墙 补西墙当中 出现了一些交易亏损啊 或者他是被他的上家骗了呀 当中出现了一些种种的问题 大家也可以去上网 去看一下 当中就有一些聊天记录 披露出来 披露出来是什么情况呢 有些人一次性 跟他买了20个币 前面几十万人民币 都给他打进去了 几十万一把 又打到对方的 指定交易账户了 然后对方跟他说 两天以后 两天以后 你去查你的这个 数字钱包地址 就查你这个账 后来呢 大家看到 在阿三都拖了几个月了 这个20个币也好 50个币也好 根本就一毛钱都没到账 由此就把这个 整个这个骗局 就给他揭露出来 然后大家就去杭州 金针去报案了 这个案子目前也立了 这两个犯罪嫌疑人 也抓到了 涉案金额也超过3亿元 整个这个钱呢 现在也没有下落 大概就目前 涉及到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大家从八戒 介绍的以上 这个案例当中 应该能够吸取一点教训 千万不要先款 也千万不要先币 因为你们在做 这种场外交易的时候 首先根本就 不符合中国的这个法律 因为这些 涉嫌卖币的这些人 已经涉及到一个 洗钱和非法经营的 因为你们买币的这些人 如果你们的资金 来路不振的话 你们也涉嫌到 这个违法交易 涉嫌到你们这些资金 涉嫌那个洗钱 这样一个交易 所以呢 从这两方面来看呢 你们的交易 根本不是任何的法律 所保护 你们这些 所有的这些涉案账户 所有的这些 所有的涉案金额 都会被警察 一个一个去调查 所有的涉案的account 全都会被警察冻结 然后就慢慢的去抽丝剥茧 才能把这个案件审理清楚 所以到目前这个案件 还没有一个下文 好关于这个比特币啊 八戒再给大家 做一点衍生的一些讲解 比特币的总数 大家都知道 一共就是两千一百万枚 这个打包每一个区块 大概是按照目前的算力来看 大概就是十分钟 打包一个区块 打包完成以后呢 同一笔交易呢 要经过六笔 要经过六次确认 六个区块 同时的都把这个 都把这个交易 都打包进去以后 最长的那个交易 就是确认 这个交易链是OK的 是有效的 这样的话呢 你的交易才会算为有效 不管你是买还是卖 所以这样的话呢 所以在交易所当中呢 这个交易呢 大概就要经过这个一个小时左右 才能进行一个确认 如果你是在同一个交易所 开的这个数字钱包呢 可能时间会快点 如果你是跨交易所的话 这样一个数字钱包的话 那就会 短的话就是三十分钟 长的话就是一个半小时 那目前呢 十分钟出一个币 所以比特币 按照目前这样一个算法呢 它大概是每四年 会进行一个减半 最近的一次减半呢 就是2020年的5月份 它进行减半 变成了这个6.25个比特币的 这样一个奖励 那大家可能要去问了 这个比特币在减半的话 它的奖励减少呢 会不会对应的比特币的价值 就会直接上涨呢 目前从现有的数据来看 它的比特币的价值 确实是会上涨 就好比2012年 11月28号 它发生了比特币的第一次减半 当时减半的价格 是在12美元左右 在减半发生过后的369天 2013年的12月2号 比特币达到了一个历史新高 从12美元达到了创纪录的994美元 基本上是翻了80倍 那第二次减半呢 是2016年的7月9号 当时减半的价格是在650美元左右 然后过了526天 到了17年的12月16号 当时的历史新高是19500美元 当时基本上是翻了30倍 大家可以看到 从第一次翻了80倍 第二次翻了30倍 但是后来这个比特币价格 又一路跌的很猛 又基本上是每次都跌了80%到96% 这样一个跌幅 所以它在减半的话 确实是会不断的往上创 可能是会创出一个新高 但是在创出新高 到了一个顶点以后 在接下来很短的时间 它又会跌去80% 甚至90%这样一个价值 所以这在炒作比特币的过程当中啊 大家非常要注意控制风险 如果你真正的是有这方面的一些需要 需要靠这些比特币来去这个 作为你的避险资产 那你要去认证真正的去考虑一下 你怎么样通过一些渠道 来去做一个对冲 八戒在这里还是建议大家 最多只持有一个比特币 是比较靠谱的 如果你们持有过多的比特币的话 也存在一个被盗的这样一个风险 另外也存在这个比特币的大幅波动的话 你们这个资产会进一步缩水 所以告诫大家 还是要进行一个量力而行 那现在来看的话 这个比特币啊 这一次减半的话 没打包一个区块的话 这个整个的奖励 只有6.25个比特币 按照目前9000美元来算的话 其实他这个 根据挖矿的这个成本来算 他现在目前挖矿的利润 也就是在15%到20% 整个的这个矿场的话 也会随着这个减半的话 肯定有一些小矿场 他没有办法 这个算力达不到这样一个要求的话 他就会逐渐的被淘汰掉 因为目前按照最新的一个规则来看的话 比特币可能要在接下来的10天 他每一个哈希的这个这个算法的困难度 又要继续上涨3%到5% 所以整个的这个比特币的这个 这个老的比特币矿机啊 远远的这个算力 要被新的比特币的矿机所取代 然后最新的这个神马矿机 可能他人家 现在一个新的矿机 就顶你之前好几个这样矿机 每天的这个算力 所以啊 这个随着这个 这个新的矿场逐渐的出现 老的矿场 如果他不进行一个更新换代的话 他就会逐渐的被市场所淘汰掉 如果被市场所淘汰掉的话 这个比特币 它是个非常知名的系统 如果你的算力减弱的话 它的困难度也会不断的减弱 也会大家去这个打包的时间 也会不断的缩小 算力更强的公司啊 会从当中会去赚取更多的这样一个利润 这个比特币啊 总计是多少枚呢 就是2100万枚 那大概什么时候会被挖完呢 按照目前的这个挖矿的速度啊 大概是在2140年左右 大概会被挖完 就是挖到最后一个比 因为它是按照这个递减的法则来算的 那到最后一天 如果这所有的比特币都被挖完的话 这个比特币要维持 它进行正常的这个日商交易的这些算力啊 要打包这些这些区块啊 那这些所有的这些服务器 还是要去开着呀 要不开着的话 那这个比特币的矿场啊 全都关掉的话 整个比特币的系统就瘫痪了 它就会变成一文不值了 对不对 大家肯定会有这样一个疑问 那对于这样一个看法呢 目前它在中本聪 在它的白皮书当中也披露的很清楚 当最后一个比特币被挖出来以后 所有的这个奖励全都会变成零 这样的话呢 所有的矿场 会打包每一个区块呢 你们可能会从这个区块当中 会赚取更多的佣金 会赚取更多的手续费 所以这也是未来 如果这个比特币最终被挖完的话 这些矿场只能是去靠着这样一个 相当于去做交易所这种打包区块 这种去完完全全是靠捞取这个手续费 这种方法去盈利 去维持它目前的这种矿场的运营 去赚取它的一个合理的利润 这也是比特币 它目前整个的这个经营环境 以及比特币 为什么不会造成一个通货膨胀呢 因为它的整个的 它的总数就是2100万枚 不像这个美元跟黄金 自从这个美元脱离了布林顿 森林体系以后呢 黄金的价格当时是没有特别的涨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黄金这么多年 从几十美元这个黄金价格 从三四十美元这个黄金价格一盎司 现在涨成了多少呢 现在涨成了将近1800美元 这样一个历史性的这样一个价位 所以可见这个比特币 因为它保持一定的这样一个数额的话 对于资产的保值 对于资产的这样一个增值的话 确实是可以起到 类似于黄金的这样一个作用 但具体呢 目前还要经过一个 很长时间的一个检验 大概呢 可能要经过十年 二十年 甚至五十年 一百年 这样一个检验 目前随着各国都在推行 这个数字货币 数字 加密货币 包括我们的中央银行 我们的央行 人民银行 也在推出他自己的这个央行的数字货币 但是呢 这个根本性的这个区块链技术 还是要讲究一个去中心化 现在目前这个所有的加密货币来看 只有比特币 是最好的做到了这个去中心化 因为它的所有的服务器 所有的算力 是分散在全球 大概前二十名 这样一个比特币的挖矿公司当中的 所以可以看到 它不仅仅只有一个央行 它可能在全球 它有几十个 二十个三十个这样的一家好 所以想要操纵市场呢 还是比较困难的 这就维持了比特币 这样一个价格的一个稳定 好 这就是八戒对于比特币 简单的做一个阐述 那有兴趣想交流的小伙伴呢 请在底下评论区留言 或者给八戒私信 那喜欢八戒的朋友呢 请给八戒点赞评论转发 油管的朋友呢 请订阅点赞评论小铃铛点一下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好 谢谢大家